神的天意 创世纪第三章13-24节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树走咒 比一切的深处野树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衣和女人的后衣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衣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我必都督加增你 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 必都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的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远过受咒咒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要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头 因为你是从头而出的 你本是成头 那要归于成头 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圈 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 跟中他所自出之头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人类如何变成罪人的 今天我想向你们解释一下 人类如何违抗神的道成为罪人的 人在创造之初 我说人类本身不会犯罪 不服从神的罪 违抗神的罪 不是源于人类 而是源于撒旦 生活在星球上的每个人 在亚违抗神 不服从他的呢 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魔鬼 不是人类自身造成的 人类在吃了知善恶受伤的果子后 确实希望圣从神的旨意得生 但没有能力做得到 当神问亚当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 莫非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 那受伤的果子吗 亚当找了个理由 说你首次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受伤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亚当和夏娃找理由 显示了人类的弱点 她还显示人类是不足的动物 人类违抗神 不是出于她自己的计划 而是源于她的弱点 神说 她把人类创造成远弱的人 不如天使 神使他们远弱 最终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儿女 这是神的旨意 因此圣经解释说 人类不是有义犯 不服从神的罪 违抗神的罪 而是撒旦使人类不服从神的道 魔鬼把她变成了堕落 有罪的人 从而使她陷入犯罪里面 人并非在神创造她的那一天 就有根深蒂固违抗神的愿望 圣经说 神根治自己的模样造人 意思是说 神照着他的品质造人 因此和神一样 人也制备神圣和公义的品质 人的愿望是生活在神的国里 所以人类起初没有违抗神的愿望 从开始人类就有神圣的愿望 他渴望生活 不违抗神的旨意 当然这里的问题是 人柔和成了神的敌人 自己是撒旦的蛇 计划了整个阴谋 魔鬼使人类陷在这里 违抗神 又使人在思想上 把神误解成应该制怕的人 圣经说 人的本质没有违抗神的愿望 我的信头朋友们 我们是要理解这个真理 信仰这个真理 并不是人类自己实质上违抗神 而是魔鬼 蛇引诱人类违抗神 撒旦通过各方法 使人们心里不信神 违抗神 因此 每当我们面对那些 没有重生的人时 我们应该认识到 他们持有那些愚蠢的信仰 是因为他们受到了 魔鬼的欺骗和控制 因此 我们必须靠信仰写成文字的 真理之道 战胜撒旦的诡计 在神教会里的信仰前辈 用神的道教导每个人 他们必须把人人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神的义工 魔鬼 你得终生吃头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们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蚕 比一切的深处野兽更甚 你们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头 思撒旦引导世人被蚕 受折磨 下地狱 和被毁灭 使人类受蚕的就是蛇 神指责蛇 把人引下不幸 神明确了学的罪 说 你对人做了这事 并且赐给他祖咒 他说 蛇啊 你受到的祖咒 超过一切深处野兽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头 撒旦实际上是明亮之心的天使 他在挑战神之前 靠吃神的道德生 但现在 他因为罪受到祖咒 终生吃头 神安排天使 靠吃他的福气得生 但撒旦使人堕落后 神诅咒他 终生吃头 这意味着 你不能再享受天堂了 现在撒旦靠吃头得生 意味着堕落的天使 必是生活在这世上 吃人类的情欲和贪婪 撒旦试探人类 使人类犯罪 结果 他只吃他们的罪 换句话说 神走住魔鬼 吃人类放下可恶的纪念 防止他享有冗生 神完全隔绝他 使他绝不能吃到天上首灵的饼 或从他那里得来福气 所以受魔鬼俘虏的人 也不能领受或者吃到首灵的道 人类在这世上必是吃实实在在的饼 他们还必是吃首灵的饼得生 但是大多数人都受撒旦的欺骗 他们始终受撒旦的挪意 即使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也渴望吃神圣的道 大神说 他掩藏了他首灵的饼 使他们绝不能吃到 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说 于是把他赶出去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按摄基洛伯和四面战洞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没有哪位罪人能发现圣经里的真理 也不能吃神保证做到 撒旦全面控制所有的罪人 所以罪人不知道天上首灵福音的真理 这意味着神告诉撒旦及其仆人 只能终生吃头 神严厉的道相应的实现了 后来神云使撒旦及其仆人 只吃可恶的罪 魔鬼及其随从看不到首灵的天堂 即使假先知 即跟随他们的魔鬼的儿女们 想应信吃首灵的道 但也是毫无用处的 神的儿女只住在神的教会里 已经从圣经里发现 死和圣灵的福音 即设计的真理 则为他们的饼 而撒旦看似看到 却看不尽 听似听到 却听不尽 虽然他们读了那么多的基督教书籍 听了那么多的磁带 他们仍然不能看见 或者听到真理的奥秘 随和圣灵的福音 所以他们至今不信真福音 那些被魔鬼统治的人 终生吃头 在圣经里 头指人心或者肉体的情欲 没有重生的灵魂 不能吃天上福音的真理 而只能吃地上的东西 即污秽的罪孽 所以那些陷入撒旦试探中的人 只向神要求物质上的东西 所以那些违抗神的人 敢吃知善恶受伤的果子 这里在今天的经文里 神对学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咒 比一切的深处 也数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头 这段经文解释 为什么那些不信死 和圣灵福音的人 比一切的深处 也数更恶 违抗神的撒旦 毫无希望 即使有人迷失了漏 他们仍然有机会回到 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他们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 仍能领受罪孽得赦 得荣耀 再次进入神的国 但神不允许撒旦这么做 人类被神认可 做他的百姓 生活在他美丽的国里 做正确的事 这是他们的福气 但神告诉撒旦 他只能永远作恶 所以这才是他 忍恒的咒诅 惩罚是完全数咒诅 神令撒旦数咒 神告诉撒旦 你绝不能行善 你只能永远作恶 你将生活在 永久的痛苦里 所以这确实是 极大的咒诅 因为魔鬼 在这世上作恶 这星球上的每个人 都充满了罪恶 因为撒旦只能死终 在世上作恶 这世界不能被更新 这世界受罪恶魔鬼的统治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善 相反 只能变得更加的罪恶 所以 生活在这世上的人 变得更加的罪恶 那些受撒旦试探的人 只能作恶 一人过亿的生活 但对撒旦来说 他只能作恶 神的敌人和人类 让我们回到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神使撒旦和人类 彼此为仇 你们的后衣和女人的后衣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衣要伤你们的头 你们要伤他的脚跟 仇人彼此作战 人类和魔鬼 作为仇人彼此作战 魔鬼是神的敌人 也是我们的敌人 全人类的敌人 但人类和神之间没有敌意 人类是神 为了某个深刻的目的 而创造出来的 因为堕落的天使 撒旦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 揍了神的敌人 神最初创造这位天使 这位天使也不是敌人 但因为他挑战神的权柄 他变成了撒旦 使人类陷在这里 神对撒旦说 他是神的敌人 神说他也是人类的敌人 所以魔鬼下决心违抗神 把神创造的人类拖下了地狱 因为撒旦旦既是神的敌人 也是人类的敌人 他正是把人类拖下地狱 欺骗他们 引诱他们作恶 撒旦想破坏我们人类 防止我们信仰神的道 所以没有人听撒旦的话 撒旦是人类的敌人 撒旦是毁灭人类的敌人 因为魔鬼是耶稣基督的敌人 和全人类的敌人 即使现在他仍在挑战神 但是如果撒旦和神彼此作战 谁会赢呢 当然神会赢 这世界上的真正战斗 在神和魔鬼之间 这场战斗中 我们站在神的一边 与撒旦战斗 当我们重生者与撒旦战斗时 我们靠信仰神和圣灵的福音作战 我们人类实际上 靠自己的力量 无法与撒旦匹敌 如果我们信仰神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能够战斗 并且战胜他 神和魔鬼之间的战斗 撒旦的战斗 那么神和撒旦 如何彼此战斗呢 神说 女人的后衣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意味着 神将戒洗和圣灵的福音 战斗和战胜魔鬼 这里 女人的后衣 子耶稣基督 神对魔鬼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当耶稣化成肉身降临于世时 撒旦想 他必是做的一切 只是杀死他 他想 只要我杀死他 我就能永远统治这个世界 但撒旦的计划 完全失败 因为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死亡 而且 他从死亡中复活 然后 撒旦想用诡计 俘虏人类 管理世界 但因为洗和圣灵福音 他再次失败了 当神最初告诉我们 人类管理这个世界 这是神赐给人类的福气 魔鬼想用他的谎言 统治世界 但耶稣基督化成肉身降临于世 洗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在于撒旦的战斗中 成了得胜者 撒旦所获得的一切 只是耶稣 暂受身体上的伤害 撒旦把耶稣 看作一个人 但结果柔和 耶稣基督降临于世 受洗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 就在耶稣从死亡中复活的时刻 魔鬼折望地嚎啕 噢 噢 我不该钉死耶稣 现在一切都完了 罪孽的公家已经支付 我丧失了对抗真理的能力 耶稣基督赢了 他借着洗礼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使下了人类的拯救 如果没有耶稣来 我或许已经统治地球了呢 因为罪孽的公家是死亡 神必是根治他的律法 审判人类的罪孽 所以耶稣受洗 肩负世人的罪孽 被钉 支付了他们的公家 只要支付罪孽的公家 人类的罪孽才会消失 因为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但当了我们的罪孽 流血而死 撒旦不再对人类的罪孽 说东道西了 因为耶稣基督借他的洗礼 担当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他务必在十字架上死亡 撒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只是认为他必是杀死耶稣 正如神说的 你要伤他的脚跟 撒旦来到人们的心里 告诉他们撒害耶稣基督 他来到法利赛人的心里 然后来到罗马士兵和比拉多的心里 告诉他们杀死他 只是杀害他 魔鬼煽动犹太人 钉死耶稣 提醒比拉多无师确定耶稣是否有罪 洗手把他浇了 因此比拉多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留这一人的血贼不在我 你们承当吧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 接着他让耶稣受死 这意味着他坚持自己无辜 而事实上比拉多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有罪人的救世主 他成了魔鬼的器皿 至说在审判耶稣后 总督比拉多精神错乱 因为他的良心深受耶稣审判的折磨 审判后比拉多对耶稣说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节 接着耶稣对他说 若不是从头上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最更重了 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 比拉多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就回答他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反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 听到这话 比拉多无比的恐惧 即使他很害怕 犹太人仍然迫使他钉死耶稣 所以他只是根治自己对行事的平锅 把耶稣交给了犹太人和士兵 魔鬼煽动他 说 只是杀死耶稣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假装不知情 由他死去 比拉多受撒旦的欺骗 开始违抗耶稣基督 这些人的总结总是可悲的 据说皇帝尼路 作为疯子 结束了他的性命 按照他自己的模样造人 希望展示他的神性与荣耀 当撒旦用罪打倒神所爱的人类 为此 神对魔鬼说 你是我的敌人 你现在完了 你不再只是我的创造物 而你现在是我的敌人 正如经上所写 女人的后衣要伤你们的头 你们要伤他的脚跟 神宣布对撒旦开战 撒旦认为他钉死耶稣已经获得成功 但耶稣从死亡中复活 在魔鬼钉死耶稣的时刻 他得放弃以前曾经拥有 指责人类各种罪孽 和控制各项罪孽的权柄 所以 当我们阅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 我们看到耶稣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就这样 所有的权柄 现在都涨价给了耶稣基督 在耶稣恢复统治世界的权柄 之前魔鬼统治世界 最初亚道和夏娃仍有这权柄 但他们输给了撒旦 耶稣基督借着洗和圣灵的福音 恢复了尸赤的东西 他决定把这权柄 重归于重生的圣头 现在耶稣基督有权柄统治天地 所以耶稣基督说 他是王中之王 他宣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头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马太福音28章18-19节 所以即使现在 魔鬼听到以耶稣基督的名发布的命令就逃离 撒旦在与耶稣基督的战斗中失利 耶稣的名成了魔鬼最恐怖的名 所以即使没有重生的人对撒旦说 我以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滚开 魔鬼至少暂时会离开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具有权柄 这权柄正是主与魔鬼作战斗 战胜魔鬼而赢得的 撒旦把毁灭带给人类 撒旦把罪带给人类 使他们堕落 因为他们成了罪人 他终于引领他们反对神 但撒旦现在完全在耶稣基督面前 在福音面前下跪和驱崇 神说他等待所有的敌人 在耶稣基督的跟前屈服 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节 神意使人类能够靠他的道 应信战胜魔鬼 换句话说 神不是让我们凭着武力 而是靠他拯救的真道 重生的真道 战胜敌人 现在耶稣完全图抹了天下的罪孽 正在等候那些不信神的道 站在魔鬼一边的人 来到他的跟前 被定罪 在启示录里 我们看到神把那些 没有重生的人 视为他的敌人 他说 那些跟随魔鬼的人 也将被抛入 为撒旦整备的深渊里 所以我们必识牢记 魔鬼绝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对人类没有任何的利益 然而有些人除了神以外 还承认各种异神 但这种异神是撒旦的节奏和他的斩变 无论他们在人类的眼里看起来是多么的美丽 所有的异神都出自撒旦 所以圣经警告我们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四节 我们必是认识到 除了三位一体的神以外 这世上没有别的神 能使人类得福 只要我们不信 假神不能伤害我们 但如果有人信了 则他注定要受到伤害 因为魔鬼既是神的敌人 又是人类的敌人 他怎样可能有益于人类呢 我们必是牢记神使撒旦和人类彼此为敌 因为神把撒旦定为敌人 人类不能靠信仰撒旦得福 他们也不能享受神赐给的福气 每个人都将被定罪 除非他因信耶稣的洗礼和他的血 领受罪孽得赦 即耶稣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担当天下的罪孽 他在十字架上留学 自为这些罪孽的公价 既然耶稣基督降临于世 把每个人拯救出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把这些罪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谁都不应拒绝这么信仰 把自己变成魔鬼的仆人 当重生者对撒旦说 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滚开 那么无论魔鬼多么强大 他在耶稣基督的名面前毫无能力 只得逃跑 确实撒旦在耶稣基督的名面前无能为力 所以即使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吃魔时 也必定使用耶稣基督的名 谁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时 神就会赐福他 为他提供一切的必需品 人们说他们即使没有耶稣基督 也照样过得很幸福 但他们应该认识到 一旦离开耶稣 他们便没有幸福可言 我们必须理解 是耶稣赐给人力得救 容身和充盈的福气 只有耶稣才是信徒们的朋友和牧人 我们必须认识到 只有神才是仁慈的神 所有其他一切异神都是敌人 离开耶稣基督及其教堂 有什么好处吗 即使在重生者当中 有些人也心想 现在我已经重生 如果我融入社会 尝试一下不同的事情 我余生不是生活得更幸福吗 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上天堂 如果我在世上发家致富 我不是更幸福地生活在世上吗 但绝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离开耶稣 如果我们抛弃耶稣基督 借祂的洗礼和血赐给我们的拯救 则我们只有痛苦和咒咒 那些离开耶稣的人 绝对没有幸福 认为即使抛弃神的教会 离开神的教会 人们也能幸福地生活 繁荣产胜 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离开耶稣 谁也不得兴盛 魔鬼怎把痛苦带给人类 蹂躏他们 哪种敌人希望自己的仇敌兴盛呢 在那些领受罪孽得色的人当中 有些人对世界满怀期待 认为世人他们是友好的 但实际上当他们帮助那些没有重生的人时 他们只得上当受骗 毫无输货 所以如果重生则新想 假如我融入社会 而不是待在教堂里 我会过得更加的幸福 如果我走上社会 我的道路将被扫清一切的障碍 他们应立即抛弃这件思想 这无异于撒旦的悄悄化 魔鬼激发出来的一切思想 都只是谎言 他们只能把我们影像毁灭 所以说 人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敌人 世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好朋友 义的漏是战斗的漏 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 又对女人说 我必都都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数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这里神告诉女人 她必将极大的增加她怀胎的苦楚 女人分眠时多么痛苦啊 想象一下十日怀胎 当然 宝宝对于母亲至亲至爱 因为母亲怀着深爱的宝宝非常幸福 但怀孕必定伴随着极大的疼痛和折磨 从妊娠反应 到婴儿在肚子里拳打脚踢 神说 女人生产儿女时 必是经受这般怀胎的苦楚 她还说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这也是神赐给女人的惩罚 在借祭和圣灵的福音重生后 我们现在甘愿服务神的义 因为我们心里现在有了守灵的思想 我们做守灵的工作 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思想 只有当我们根理我们的心田 我们才能根植守灵的思想 如果我们希望荣有一颗义人的心 得福的心 则我们必是信仰真理的道 实现神的义 这是要我们承担一定的痛苦和辛劳 属灵的生活始终充满艰辛 他要求因性战斗 克服我们的困难 只有当我们支柱在神的教会 与死和圣灵的福音里 当我们战斗和战胜自我时 我们才能因性真理的道 真正从事守灵的工作 实践神的义 在神面前不会发生意外事故 没有谁自动地跟随神 也没有谁本能地实践神的义 即使在重生之后 我们人必是和自我做度争 和世人做度争 和世上一切假教义做度争 在我们所有的战斗中赢得胜利 为此耶稣基督的道 必是根植在我们心里 我们必是坚持神的道 信仰神的道 即使这道有时会暂时试探我们 只有当我们心里荣抱主 当我们信仰成长时 我们才能做义的工作 神告诉我们实践祂的义 是要承受折磨 持有义人的心 从事守灵的工作 也伴随着痛苦 现在我们必是认识到 跟谁走不容易 我们必是相应的信仰 义的路是不断战斗的守灵的路 是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 我们保持守灵的思想 是要承受痛苦 如果私底下保持世俗的思想 则守灵的思想不能成长 所以当我们陷入困境时 我们应询问自己 仍然神求世俗的关系 还是接受神教会的领导 虽然神教会的制度 在我们肉体看来令人讨厌 但肯定是在守灵上有益的 所以既是痛苦 我们也要遵循 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在灵性上 理直气壮 行在正确的道路上 经过这种折磨之后 我们守灵的思想才会并发 产生守灵的能力 守灵的子女通过劳动生产 女人生产孩子时 何等的操劳呢 这是要极其繁重的劳动 离开劳动 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 不能生产出守灵的子女 就像女人只有忍受疼痛 才能生产出美丽的宝宝一样 没有努力的劳动 也不可能生产出守灵的子女 要生产出守灵的子女 我们必是更离新天 播种 不断的浇水 正如神祖说的 只有辛勤的劳动 我们才能生产出儿女 不仅努力 不会生产子女 你们认为女人生下自己的宝宝 是要耗费多少劳动呢 同样 当我们生产守灵子女时 我们也要花费很多的劳动 你们应该认识到 生产守灵的子女 是要极大的劳动和痛苦 那是神规定的成长历程 不仅努力 孩子不会出生 而且是要极大的劳动 只有那时 生命才能诞生 健康的成长 重生者现在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新娘要为新郎生子育女 他们必是劳动 神对夏娃说的话 也是对你我说的 我们必是辛勤劳动 为了生产出首灵的子女 我们必是不断地阅读神的道 祈祷 利用我们的信仰 使他们脱离黑暗之后 我们还要为他们吃神的道 精心护理他们 要生产出首灵的子女 我们必是劳动 忍受随之而来的痛苦 换句话说 不禁痛苦 我们无法跟随主 即使我们想方设法 要生产首灵的子女 之后神对夏娃说 你必恋慕你丈夫 在堕落之前 他们的地位恰恰相反 当神最初创造女人 亚当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所以与女人恋慕男人相比 男人实际上更加的恋慕女人 但一旦纪念来到世上 神说 女人必是更多的恋慕 她的丈夫 神还说 丈夫必管辖女人 女人必是被她的丈夫管辖 这意味着我们必是恋慕耶稣基督 我们必是被她管辖 在耶稣基督面前 不但我们的心 而且还有我们的一切事物 都必是由她管辖 神说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是主管辖你们 现在你们遇见他了吗 确实如此 是主统治了我们 每当你们思想不合正道 耶稣就会指出来 因为主统治我们 把我们引向义的道路 我们必是做的一切 就是胜存这条正确的道路 请牢记 女人必是被她的丈夫管辖 有些人即使重生后 仍然不受神的管辖 结果他们最终还是离开神的教会 但神的教堂是聆听国王 耶稣基督教会的地方 所以拒绝受教会管辖 就是拒绝耶稣的指导 有些圣徒和仆人 拒绝执行教会的命令 说 不 我不愿意做 有些工人说 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我想改变教堂的风格 适合我自己的口味 教会果真只能这么做吗 他不能做点不同的事情吗 为什么我们不把十字架 设在教堂的顶部 作为圣徒欢迎每个人呢 那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但这是罪恶的 我们必是受耶稣的管辖 执行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情 什么是正确的 受主管辖 还是不受主管辖呢 什么令我们最幸福 真寻主的管辖 还是我们想怎么活 就怎么活呢 当圣徒通过神的仆人 受神管辖时 他们是最幸福的 不然 如果不受神仆人的管辖 他们怎么能正确的 过属灵生活呢 神的仆人如果要成为好仆人 他必是受仆人领袖的管辖 换句话说 当我们受神管辖 圣徒才相扶住神的百姓 仆人才相扶住神的仆人 神是教会里的王 始终统治他的全体仆人 同样统治着你我 所以在神的教会 没有谁可以随心所欲 如果母人做了祖的信徒 则他绝不能做 取悦自己的事情 他也不应这么做 起初 不受任何人管辖 随心所欲看似不施为好主义 但如果他不受神的管辖 则将来某个时候 他终究要成为一个怪物 长着五只眼睛 十张嘴 还有两只脚 如果重生的信徒 不受神的统治 他们将变成怪物 神的仆人必是受神的管辖 凡是属于神百姓的人 都必是受耶稣基督的管辖 每位神的百姓 在他的教会里 必是受耶稣基督的管辖 你们受神的管辖吗 因为神管辖我们大家 我也受他的管辖 没有哪位基督徒做事 都取悦自己的心 如果他确实在信仰里 过着正确的基督教生活 他必定受神的管辖 另一方面 在灵性上 无夫无妇的人不受管辖 因为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从神生 我们只有服从神的管辖 才能生存 在教会里过生活 你们应该把它看成 是一种福气 神通过信仰前辈 管辖你们 实际上 当你们受神管辖时 你们才是最有福气的 所以 你们就要展现 自己所有的弱点 缺点 作为真实的自我 来到神的仆人面前 当你们这么做时 你们将受到责备和管辖 成为有幸之名 你们被管辖的越多 就越容易被确定为 神的伟大仆人 如果你们被管辖的不够 则没有什么东西 能得到升华 也没有什么 属灵的东西可言 完全受管辖是好事 神赐福那些 愿意受管辖的圣徒 因此 神的仆人 不应离开 他的教会里的圣徒 为所欲为 而他们必是 谨慎地管理他们 最近 我们有些弟兄 常常上自思考和行动 但是一旦他们 服从神的管辖 他们的心思 便马上得到恢复 我从他们的经历中确信 当我们受神的管辖 我们的信仰生活 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 就充满欢乐 相反 当我们心里 发出罪恶 不受管辖 虽然暂时 看似很美好 但我们终究受折磨 所以 你们在神的教会里 必施受神的管辖 受管辖是真正的福气 这是基督徒正确的生活 正如神说 你丈夫必管辖你 也次性穿上 永远得救的义的外衣 让我们回到 《创世纪》第三章 十七至十九节 又得亚当说 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 你不可吃的 那受伤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远过 受到诅咒 你必终生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 长出荆棘和梨迹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酥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以糊口 直到你归了头 因为你是从头而出的 你本是成头 乃要归于成头 亚当和夏娃触犯了神的道 既他们现在纪念了以后 他们的心完全被罪恶腐蚀 经文 地必为你的远过受诅咒 子仁心受诅咒 所以我们作为人类 在心里并没有什么上的东西 现在 亚当和夏娃心里 找不到什么上的东西 相反 只有邪恶 污秽和肮脏 然后神说 你必终生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 神说这话 神说这话意味着 人类不能吃到自然长出来的庄稼 现在 人类必是受神的管辖 耕种他们的心田 吃阴性得来的真理之道 神既是对亚当说 你必终生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酥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以糊口 直到你归了头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成头 难要归于成头 这正是神对亚当的惩罚 每个人死亡的时候 都要重归成头 没有从纪念中得赦的人 全部都要下地狱 但重生的人 这位得福的灵魂 永远生活在天国里 而不是重归成头 这里让我们回到 《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 亚当给他的妻子 起名叫夏娃 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这位被叫做夏娃的女人 成了众生之母 因为亚当和夏娃 每个人都继承了罪 他们成了我们 祖先的众生之母 如果我们追溯我们的血脉 我们能看出 亚当和夏娃 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是他们的后裔 《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说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圈 这类用皮子做的衣服 指皮衣 皮衣即使被圈破 也可以重新缝制完整 这些皮衣和亚当夏娃 用无花果寿叶 为自己缝制的外衣 结缘不同 因为皮衣不容易改变 即使掺破 它们也可以重新缝制完整 亚当和夏娃 为自己缝制的衣服 撕无花果的寿叶 而神制作的衣服 是皮衣 这些皮衣不易磨损 一旦缠上 可以必生使用 另一方面 人类制作的无花果寿叶 很快地干枯 只是两三天就会散落 一旦散落 它们不可能重新缝制 穿着 而必时重新用新的 无花果寿叶缝制 换句话说 皮衣穿着时间长 而用无花果寿叶缝制的衣服 只能临时使用 所有这些无花果的寿叶 会在数天时间里散落 而皮衣如果注重爱护 可以必生地使用 换句话说 皮衣即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的拯救 绝不会退色或消失 亚当一直到死都穿这些皮衣 同样 神拆来的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挽回祭 赐给我们永远的拯救 这拯救的衣服 永远可以使用 也当我们穿上神制作的 和披戴我们的拯救之服 它就绝不会消失 除非我们自己脱下来 耶稣基督已经用 义的服装披戴我们 这是完美的拯救 就像皮衣一样 绝不会被穿破或者磨损 相反 人类自己用无花果的寿叶编制 用来遮羞的衣服 一旦肠上三天就得更换 后时茂盛的寿叶可以维持三天 但是春天新发的小寿叶 不到一天就会枯萎 无乱人类的信仰柔和 他们早上听到 晚上回家 便忘得久消云外 他们靠自己的工作 得来的意义 到了晚上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通过这段经文 神告诉我们 他借死和圣灵的福音赐给我们的拯救 神赐给我们的拯救 不会在几天的时间里消失 我们再次犯罪的时候 也不会被破坏 让我们再做罪人 神制作这些皮衣 是荣然拯救之福 要做皮衣 必是杀死牲畜 牺牲一种性命 又赐给我们 这种牺牲的拯救 荣然有效 耶稣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不是临时的拯救 也不会消失 而是荣然不变的拯救 相反 靠自我祈祷 或者渐进式教义 建立起来的人类失误的义 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 便土崩瓦解 当耶稣基督借他的洗礼和学 为亚当和夏娃制作拯救之福时 他使他们能够避免因为自己的罪孽被定罪 神用耶稣的洗礼和学制成的衣服 携带亚当和夏娃 这拯救之福永远可以使用 就像皮衣一样 亚伯也仍然穿神做的皮衣 之后亚当的所有后衣都穿这线皮衣 亚当和夏娃堕落后 他们起初穿无花果树叶编制的衣服 直到神为他们制作和披带皮衣 之后即使他们的后衣全部都穿上了皮衣 这些皮衣能保护他们的身体 皮衣能保护他们免受荆棘 寄和各种祸害 而用无花果树叶编制的衣服 不能保护他们的皮肤 换句话说 神赐给我们拯救像皮衣 神用耶稣的洗礼和血 做成的衣服 携带人类 保护他们 神用皮衣一样的拯救 携带我们 他已经用他的皮衣 携带我们 神的衣绝不会消失 即使现在 神仍然用他完美的衣服 携带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不至于赤僧露体 那些一旦披带衣服 即耶稣之拯救的人 仍然能因信来到神的面前 即使他们不足 穿上衣的外衣 功效融层 人类编织的外衣 这里让我们进一步 比较无花果树叶 与创世纪第三章的皮衣 亚道和夏娃堕落时 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编制外衣 穿在身上 但神在诅咒魔鬼 又使亚道和夏娃堕落后 制作了皮衣 穿在他们身上 这些皮衣能完美的拯救他们 完全的保护他们 恢复他们与神的关系 虽然神诅咒亚道犯罪 但还是为他们制作了皮衣 使他在这世上不受折磨和折忘 这意味着亚道西人被逐出了伊甸园 神仍然使他成为义人 逃脱一切罪孽和咒咒 神在《创世纪》第三章 大量讲述了有关拯救之真理 首先他分开能得救的信仰 与不能得救的信仰 圣经在这里总结说 人类从罪孽中得赦的拯救 正是神制作的皮衣 而人为的拯救是无花果树叶的外衣 归根结底 无花果树叶的外衣 不能把任何人拯救出罪孽 如果母人想制作树叶的外衣 从她的罪孽中得救 她必是日夜不停地制作 容不得安息 用无花果树叶做的外衣 只穿一天就可能磨绳或者破旧 人们必是准备无数套的外衣 人们必是不停地准备这些树叶做的外衣 经常地制作 因为这样的外衣再多也不为过 她还得经常地更换 一天两次 一天三次 甚至一天十次 容不停歇 淘气大 一天更换十次也不够 相反 神制作的皮衣可以穿着时间长 一旦皮衣穿上身 无需更换新衣 这些皮衣能穿一个月 一年 两年 三年 十年 一生一世 事实上它们永不亡损 有关赦免我们罪孽的拯救 皮衣与授业外衣多么不同啊 换句话说 人为的拯救与神的拯救截软不同 有些人们相信 人们靠悔改的祈祷和圣化得救 他们过这样的信仰生活 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羞耻 换句话说 他们经常制作和穿上残缺拯救的外衣 另一方面 神制作的皮衣是通过支付献祭动物生命之代价 得到的完美拯救的外衣 因此 代价本身是不同的 神在《创世纪》第三章是这么说的 人力宰能自命不凡 赞美那些用没有生命之树叶 所做外衣的优点 说什么 我们必须靠圣化和做悔改的祈祷 每天寻求得救呢 当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世上所有的宗教主义者在灵性上都是盲目的 无花果树叶做的外衣毫无意义 完全没有功效 无论人们怎么制作这些外衣 如何参戴 他们愿意的话 可以发展成一个流行的产业 但他们能真正完全隐藏身体的羞耻吗 他们能完全保护皮肤吗 碰到荆棘 寿叶就会被撕破 露出大腿 稍稍用力 衬衫就会散架 显露胸脯 所以 人为悔改祈祷的外衣 果真能隐藏他们的罪孽吗 他们如何隐藏呢 人类充满罪孽与错误 他们只是一堆堆的罪孽而已 稍微受到挑衅 就会犯罪 死中犯下不计起诉的错误 那么他们怎能通过自我祈祷 遮盖他们所有的罪孽呢 你们认为你们能靠悔改 遮盖自己的罪孽 用寿叶的外衣 隐藏这些罪孽吗 神有没有说过 亚当 夏娃 通过悔改 清洗你们的罪孽吧 当然没有 人类只是不能用自己的善行 隐藏他们的罪孽 无论他们多么努力 正因这样 神亲自杀死动物 剥皮 为亚当和夏娃制作皮衣 给他们穿上 只有那时 亚当和夏娃 才能用这些皮衣 遮盖他们的羞耻 这日是 作为羔羊而来的耶稣 他自己 我们依靠信仰耶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获得了从人类罪孽中的真拯救 所以 从罪孽中的拯救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工作得来 而是靠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 和学得来 整个人类都必是认识 和信仰这个真理 C和圣灵的福音 要从罪孽中重生 我们必是抛弃自己的标准 偏见和思想 神用皮衣 匹带我们 对我们说 凡斯用无花果授业奏衣 穿这些衣服的人都不能进入伊甸园 神明确地表示 凡斯与罪有关的人都不能生活在伊甸园 而必是被吃足出去 我们必是认识到 神把高傲的魔鬼和人类吃足出伊甸园 经上写道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 耕种他所自出之徒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按摄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神绝对拒绝那些 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按照自己标准来分辨善恶 自己乱断神的人 留在伊甸园里 神安置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 所谓通向生命之树的道路 使吃过知善恶树上果子的人 都不能生活在伊甸园里 这意味着神封锁了通向天堂的路 从而禁止那些坚持自己标准 不信耶稣洗礼及其献祭之血的人 审认这种方式规定 凡死坚持自己标准的人 都不能生活在伊甸园里 这里你们是要认识到 凡死坚持自己标准的人 都要被轴出天堂 下地狱 神已经把那些带有自己思想的人 走出伊甸园 使他们绝不能生活在伊甸园里 无乱他们柔和过着 合乎道德的生活 柔和信神 制作和穿上 用无花果树叶做的外衣 甚至亲自制作和穿上皮衣 神还放置了一把能发出火焰的剑 保卫生命之树 换句话说 神在这里说 凡死根治自己的思想标准 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总要被抛下地狱 在神面前 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思想标准 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取决于我们是否知道和信仰 神写成文字的道 神真正说的话 正是那些信仰 和圣灵福音的人能得到的赐福 在神的道面前 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标准 耶和华神为亚道和夏娃做了什么事 他对他们怎么说的 他怎么吩咐他们的 他怎么教诲他们的 他用他的道怎么应试他们的呢 我们要真正得福 这些都是必须正确回答的要点 每个没有重生的人 都有自己的标准 凡是有自己思想标准的人 最终都要被逐出伊甸园 这些人不能重生的最大原因 在于他们坚持自己的标准 神把那些持有自己标准的人 视为几恶之头 他说这些人正是魔鬼 圣经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我的信头朋友们 如果人知善恶 神不是高兴 而是烦恼吗 这里神不会不高兴 因为他对人类知善恶相当悦情 但神说 他们有自己的善恶标准 是有害的 人类有了不同于神的善恶标准 人类自己对善恶的判断 是罪恶的 好的做法是圣从神完美的旨意 跟随神 效仿他的标准 人类想变得像神那样 结果如何 他们要被吃主 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这点 如果有人保持自己的善恶标准 则他不能进入天国 如果有人根治自己的思想 解释神的道 根治自己的理解 信仰神的道 则他绝不能上天堂 无论他是多么善良的基督徒 那些没有重生的人 全部都坚持自己的标准 所以 尽管今天的基督徒人数众多 实际上很少人能上天堂 那些根治自己的标准 做预言 驱魔 行奇迹的人 实际上都在作恶 因为这想自 他们将被主抛弃 这世上的每个人 都必须牢记这一点 以自己的思想 作为善恶标准 是通向毁灭的道路 生活唯一的方法 是信仰绝对的神 信仰他赐给的 死和圣灵的福音 唯独神才是善良的 唯独他才是最善解的 唯独他才是最公平的 在《创世纪》第三章末 神告诉我们 抛弃自己的善恶标准 即扔掉我们自己的思想 他对全人力说 如果他们想生活在 奇妙的伊甸园里 他们应该抛弃这种 被称为自己思想的标准 另一方面 如果他们不想进入神的天国 则神告诉他们 可以保留自己的标准 我的信仰朋友们 如果我们用犀牛皮做衣服 插在身上 结果如何呢 它会更好吗 无论这样的衣服 多么的美妙 我们插着这样的衣服 不能进入神的国 我们必是插上 神为我们整备的 用羔羊 三羊或公牛 这些动物的皮毛 制作的皮衣 只有当我们根治神 确定的献祭制度信仰时 我们才能真正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必是抛弃自己的标准 虽然这世上信仰基督耶稣的人很多 但他们大多数都不能上天堂 神在创世纪第三章明确地告诉我们 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根治自己的思想 信仰耶稣 他们不能进入天堂 我们必是牢记这一点 另外 当我们全波洗和圣灵的福音时 我们用神的道打破这些人的标准 他们的错误认识 必是用神的道来打破 否则福音不能进入他们 你们必是向他们阐述这个真理 你们必是用神的道告诉他们 什么是圣经里所说的道 什么是圣经里所讲的审判 什么是拯救 什么是重生 只有那时他们才能重生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圣经的标准 他其实信仰耶稣也不能上天堂 所以我们必是向他解释真理 使他能够得救 在创世纪前三章 神概括了全部的66本圣经中的要点 正确信仰生活的原则 全部都包含在这三章的内容里 他写到人类柔和变成罪人 他们怎样才能领受这一年得赦 获得重生 他们该柔和受神的管辖 他们应柔和裂幕主 他们应该柔和通过劳动 生产出属灵的子女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根治神 预先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的计划实现的 让我们大家都信仰借他的福音 基于洗和圣灵的福音所成就的拯救 让我们大家因此领受荣誓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